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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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羌人大军已被击退 羌人降书不日便抵达京城 上朝 入朝 羽人降书不日便抵达京城 羽人降书不日便抵达京城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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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多余 诸位爱卿 前线刚刚传来捷报 与枪人一战 打赢了 咚恢陛下 此次与枪人一战 太子与程将军有功 等他们凯旋归来 对 朕要重重封赏 陛下 大唐建国之初 国库并不负 不如从封赏中分出一部分 朕计赋税沉重的百姓 将士们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 好不容易打赢了圣证 难道朝廷什么都不表示吗 这朕计百姓之事 朕自会找人安排去处理 但对于有功的将士 必须封赏 陛下 既然枪人大败 不如成圣追击 一举歼灭 以绝后患 穷寇勿破 此乃用兵之法 既然我大唐军威已经树立 不如就此打住 休养生息 休养生息 等到枪人战力恢复 杀个回马枪 岂不消耗更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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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魏丞相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此战一胜 边陲已经保住了 也该是时候 让大唐士兵与子民们 休养生息了 陛下可成圣追击 并能将那枪人彻底消灭 此事就这么定了 是 快点儿 再快点儿 你知道这是大忌吗 我知错了 爹 现在事已至此 一切后果我来承担 你承担得了什么 成熟 再快点儿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 那些枪人是奔着你来的 那些枪人是奔着你来的 那个唐军的将军 受了伤也是因为你 你脱不了干系 为什么呀 那个将军看样子 应该身份很尊贵 最重要的是你会治炎 他们一号研 就给他们研就好了嘛 研能值几个钱呀 值得武刀弄枪的吗 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你好像对我们的人情世故 一点儿都不了解 穿得也很古怪 言行举止也跟我们不一样 其实我是从未来来的 你是从未来来的 那我还是从未来来的 是从古时候来的呢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小就跟师父到处跑 主要是住在山里边 对于外面的世界 我也不太了解 原来你也是可怜之人哪 你放心吧 在这个时候 我不会弃你于不顾的 我会保护你的 那还真是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抢了我的簪子 我早跑了 一个簪子而已 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呢 这簪子可是我 可是我心爱女人的东西 堂堂七尺男儿 男儿志在建宫立业 怎么你偏偏在这儿儿女情长上 在乎这些小事呢 我怎么样要你管 在我这儿儿女情长就是件大事 交军医 快 交军医 面部 快 后面部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怎么样了 鞋总算止住了 快拿药来 对 就这瓶 你 你来咋 你干什么的 怎么回事啊 你别在这儿跟我捣乱 你给我滚出去 出去 走 他伤势如何 不知道 还不都怪你们 你给我老实呆着啊 爷爷现在没空修理你 你那是金创药吧 你怎么知道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 你这金创药使不得 要使了的话死得更快 你再多说一句 我立马宰了你 他要是出了事 你们全得陪葬 不是 我又不认识他 凭什么呀 你不认识他 反正就是他呀 郑叔 再一个 我要见他 我要见他 见什么见他 我给他弄出去 你放心 这小子我找不了他 不 不是储吗 是那小子 是那小子 好 好 我知道了 你等着啊 你让开 好 过来 跪下 先生 先生 先生若晨会执言执法 请务必传授与我大特 我命令你 我命令你必须这么做 你答应我 好 我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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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给他治疗啊 郑叔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让开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快醒醒 太子殿下 皇二代 太子殿下 他要是挂了 那我是不是就废了 太子殿下 别笑他 再把他给晃死了 将军 在下无能 太子伤势过重 恐怕是 无力回天了 唐将军 陛下 老臣保护太子无力 无颜回去见您 就让老臣 在黄泉路上 送太子最后一整 军 不不不不 丑将军 爹 他还没死呢 他只是失血过多 昏了过去 给他输上血就没事了 你知道如何续命啊 什么续命啊 总之就是给他输上血 防火伤口他就能活 输血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就像没有灯油的灯心 只要给他输上血 灯就亮了 他就能活 小儿信口死活 我从医多年 从未听说过有证 书血之法 你没听过那东西多了 我会直言你会吗 直言和救人 其他下来提并乱 荒谬 你们现在左一句右一句地 跟我说 他又是死了怎么办 你们行不行啊 你们不是说他是太子吗 你们就愿意 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连侍奴不愿意试吗 死马到火马一啊 说不定能救回城前的 你说什么 我也敢大不敬 走开 今天我宰了你 承认 你砍了他也没有用 现在当务之急 是救人 你看 你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让我救 没准还有一些希望 爹 你快决定吧 不能再等了 将军 我见过他的本事 也请你相信他 下面我念到号码的士兵 向前跨一步 二号 六号 八号 十五号 你不是要救人吗 这干吗呢 赶紧的呀 前提是先找到能书写的人 就用这破纸骗子 对 这能行吗 你说你书写是法术啊 就你了 竹头竹过了 你看这样行吗 先放那儿吧 别拿手碰 别拿手碰 在WAFA学过书写 但从内事操过 先试试再说吧 你这又是干什么 我现在要抽他的血 把他的血输到太子体内 不可 将军 为了大唐 为了太子殿下 属下在所不辞 我想问问你有几个脑袋 将军 滚 将军 滚 怎么又不可了 你刚才答应得好好的呀 你懂什么 皇家的骨血无比的尊贵 你用旁人的血 太子殿下的身份怎么办 皇家的血脉怎么办 你又让我如何和陛下 和天下交代 再说了 你明明告诉我是换能有 怎么换血了 不是换血是书血 怎么跟你说句话那么费劲呢 再说了 人的血都是一样的 除了血型不一样以外 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要不是熊猫血 熊猫血是啥玩意儿的 别去 我不管 你用旁人的血 放在太子殿下的体内 进行融合 救生换血 救生不可 你要不这样做他就死了 太子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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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快起来 不能再等了 马上出血 让开 这 你给我让开 让开 让开 我看谁敢玷污 太子殿下的血脉 在这儿不得他会死啊 你脑子进水了 你脑子进水了 都别吵了 我是当今圣上的长女 李安兰 用我的写书给她 总可以吧 长女 公主 不是吧 又是个黄二代 不知将军是否还记得 墨家田若兰和这块令牌 这下我可以把我的写书给她了吗 将军 救人要紧 可以开始了吗 快救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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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公主 你怎么可能是公主呢 此事与你无关 无需多问 开始吧 若你真的是公主 那乃是千进之躯 我怎能忍心看着你们 一命还一命啊 将军快快请起 将军 我已下定决心 赶快救人要紧 不能再耽搁了 你若把此事说出去 我割了你的舌头 你们出去 一块儿出去 不是 出去 走 救不救人了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很宝贵的 也不知道磨叽个啥 等他们磨叽完 还能续上命吗 散了散了 我刚才还想听他们说什么 你就火机火了把我拉出来 现在又在这儿鬼嚎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看你就是不着急 我不着急 太子虽生于正统皇室 但跟我情统手足 我断你一条胳膊 我看你着不着急 那你想想 此事一拨三折 弄得你抓耳挠腮 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 我行得正做得直 有什么亏心事 是 比如 你许下了什么承诺 没有兑现 爷爷 你救救我兄弟 只要你能救了我兄弟 我再给你磕头 我还给你上香 行吗 滚蛋 谁让你上香了呢 你要真能救了我兄弟 你就是我成楚墨的神仙 我给神仙上香有啥不对 你赶紧起来吧 又没说不救 一个大把爷们哭鼻子 不嫌害臊 若想救太子呢 也不是没办法 但是有件事情 你得如实告诉我 什么事 只要我知道 绝不相瞒 是 有关公主的来历 你知道多少 公主的来历 我也是第一次见公主 并不了解 之前也从没听人提起过 那墨家的事呢 我只知道墨家 早些年间突然都消失于中土了 有传闻说他们都衰败了 衰败 为何衰败 墨家的事发生得早 恐怕只有朝中老臣们才知道 老臣 你爹没跟你说过啊 这妄议仇政本就是禁忌 过且此事牵连皇室 那我爹也不让我问哪 你 进去 好了 可以出血了 好 忍着点 你刚才说什么 好好好 我不问 我跟他说 如果我死了 就拿那枚簪子陪葬 不是 咱好歹相识一场 你既然都要死了 你不是把那簪子还给我啊 你做梦 就算我死了 也要簪子陪葬 若我没有看到那个簪子 我绝不饶你 死了也拿你当垫背 你怎么也要这么为 少废话 赶紧救人 走 慢着 我放心 既然他是你弟弟 不会让你俩有事的 我扶起 你聆听 我扶起 你聆听 我应尝 你呼应 你呼应 我应尝你呼应 情欢如梦 不远行 红纤白头赴月底 天若有趣 怨情洒 啊 秘密 醒醒吧 醒醒吧 陈茜 金 你醒了 陈茜 一口 朴 一口 tää 二口 疚 色 回这句春海 我在里面加了羊肉 以后你的伙食就归我管了 你得把你身体补回来 你早就知道 我不会死吧 那是当然了 这没咬回簪子之前 我怎么很难让你死呢 再说了 你死了 那我那簪子怎么办 簪子重要还是人重要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你觉得是簪子重要 还是你重要 好 就冲你这句话 簪子我也不会还给你 我救了你两次 用这个簪子还 岂不是便宜你了 不是 你讲不讲道理 那地儿都是他搞的 有你什么事啊 好香啊 他还好吧 跟你一样 死不了 放回去 为什么 不是给我的吗 放回去 你是公主 等回了长安城 你就能回宫了 我又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去 你不如你就放我一马吧 给我 给我 承前 承前 你醒了 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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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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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言 承叔 我就想再睡一会儿 承前 承前 他说什么呢 这 怎么又昏过去了 小姐 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呢 你赶紧给我起来 快快快快 他又昏过去了 你 你不是会续命吗 是不是续得不够啊 就是啊 要是不够的话 要不再 再来一眼儿 你二不二啊 你以为这是换命啊 这血虚多了 那也是要命的好吧 那把他的血全都给他了 那他怎么办啊 给你磕不点科学知识 怎么就那么麻烦呢 你给我出去 过来 不是 我 我怎么了 你 你拉我干吗 你 神医天下 徒则众生 救主赛恩 若使难忘 哥 叔叔 爸 不是不是 爷爷 咱有事好商量行吗 云业神医 固有连魄复京请罪 今日 我程养军的罪责 百倍于连魄 所以 老夫今日 愿自断作弊 以示谢罪 爹 你这是干吗呀 我要你手臂干吗呀 不要手臂也行 你答应我件事 你是以自裁来威胁我是不是 咱大老爷们就不要搞这套了 你要不还是谢你哥会 好 我不是答应你传授之言之术了吗 是 但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书写书 也是 但还有一件 还有什么呀 葱油饼 这个没问题 不是这件 但是你要愿意教 我也愿意学 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那您先起来说话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您先起来 都跟我跪下 你答不答应 我答应您也行 但您得先告诉我 我到底要干吗 云神医 不瞒您说 我大唐开国医师 正是用人之计呀 所以特别需要 像云夜神医这样的 旷世奇才 当然 我也知道 一般像你们这样的 世外高人 也不愿意入朝为官 所以老夫才出此策 也是希望云夜神医 能随我一同入宫 辅佐陛下 旷复大唐社稷呀 果然啊 世金子在哪个时代 都能发光啊 正愁没法跟李安兰 要簪子呢 既然能留下来 就好解决了 这个事情 我得考虑考虑 毕竟我是一介草民 陛下是肯定不会答应的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陛下答应 你就同意 这古往今来 李贤下世 小子我刚从山上出来 空有一身小道 身无常物 你说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成就 云公子真是神仙呀 不仅会治严 而且还懂得 如此神奇的医术 在下实在是佩服得很 你要不是为了救我 也不会流这么多血 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而且 你应该感谢的是他 姐姐大恩 做弟弟的铭记于心 丝毫不甘忘记 你叫我什么 姐姐 难道不是吗 你不怀疑我说的话 是真是假吗 不会 否则怎会以命相救 你不怀疑我 先坐下吧 云公子年纪轻轻 却有如此本事 是从哪里洗来的呀 我只是个江湖弟子 跟师父学过两招而已 看来江湖上 还真是卧虎藏龙 是 那师父如何撑火 先居何处 或准 我师父 我师父乃是火云真人 王洪卫 不过他已经去世了 不然 那我怎么会下山入红尘呢 那 云公子是 自幼就隐居山林 不问世事 家中父母如何舍得呀 我打小就是孤儿 对不住 对不住 没事 你可不是不是 你真是想摸了点 你可不是 能行吗 我一看 你可不是 你可不是 我这谁有 谁有 这谁有 是呀 真是 爹 没想到云雁能做出这么多戏呀 你别说 这臭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这才是能吃的细盐 织盐成功了 成功了 雄公子真带奇才啊 给我大道立了一大功 咋了 爹 把这封信送到长安城去 你还会写信呢 废话 我不会写 你会写啊 雄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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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程将军的加急内涵 这程老虎平时不好好读书 就连画个画都糟蹋笔墨 就是 努态得得到 天罗 甚至 黑 正崩 日落 孕 陛下 坐吧 陛下可是有烦心事 这文臣武将之争 是越来越激烈了 朕也越来越不知道 该怎么去调和了 陛下先是封上了武将 又顺了文臣的建议 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如萧萧气跟臣妾 去用膳吧 这些武将跟随朕 这么多年 出生入死不离不弃 现在江山是打下来了 可这些文官唯恐朕 众武弃文 天天逼着朕 去镇压武将 也不想想 如果没有这些将士们 现在哪儿来的朝堂 让他们在大殿上议事啊 陛下说得是 此次派太子随军 也是为了让他亲近一下 这些武将叔伯们 此次太子出征 也定是收获颇丰呢 是啊 这次大劫 前儿立功不小 算算日子 他也该回来了 成前这孩子 从小在宫里 没见过什么世面 虽然此次出征大劫 但臣妾这心里 还是不太踏实啊 放心吧 有程将军看着前儿 不会有事的 朕有件事情 实在不想瞒你 你这么多还能将不属 在 gibt的 心里 我会觉得 有些逻辑 你如何 你换 Clifford 你 这种选择 我想起来 mak 莫子 你 请 你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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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隐藏你呼应 情欢入梦不远行 红线白头赴月底 天若有情 愿情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